哈喽,又到了香水购物分享的时间啦 如果有兴趣了解我近期又入手了哪一些香水 这一些香水又好不好闻呢 我有没有踩雷道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以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我感觉要怪我被困在了家中 我感觉要怪我多出了时间 于是呢,闲着无聊 就会忍不住网上购物了 于是在我看了一下 离上一次的香水购物分享 也有将近两个月了吧 那也累积了一堆新的香水 那说实在话,看了一下今天的清单 我也觉得有一点小夸张 不过呢,不完全是我近期买的 当中有几瓶非常高单价的香水呢 是我在年头就已经入手了 只是等到了7月底吗?还是8月份? 我才真的收到 而它们呢,全部来自于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网站 Anyway,待会我们聊到那几瓶香水的时候 我再来跟你分享到我这个不太愉快的购物经验吧 那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这几瓶设计师的香水吧 当中呢,有两瓶是因为你们我去入手到的 一个呢,就是我有收过好几个留言 想要我来做他们的系列合集分享的一个香水 说的呢,就是Estee Lauder他们家的这个 Modern Muse的香水 这瓶香水呢,我是有闻过的 但印象不是很深了 然后之前看到这边的药妆店 好像有一个特价吧 于是呢,就买回来了 Yasla在他们家的Modern Muse呢 和我印象中真的没有太多的出入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讨好 很容易穿,很百搭 上班通勤任何场合 我觉得都可以使用上无负担的一瓶香水 但我也不得 可以说是吐槽吗 就不得不说 她的确是很typical的商业女香 就你真的会觉得 有很多似曾相识的气味 我自己入了呢 我感觉自己一定会找到很多场合 穿上它,用上它 我感觉对于日常的使用来说 也是一个 尽管忙买都不会出错的香水 那如果你是想要找一个很安全牌的气味 去送女生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唯一的缺点是 我觉得它记忆点不够强 但要看啦 你想要特色很强 还是说你想要找一个很容易穿 每天可以使用的香水呢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然后我也看到有两三个留言吧 就说这瓶香水呢 大家都知道吗 我非常喜欢的 那Sizzle for Her 黑色瓶EDT版本的那瓶香水 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说很像 的确我觉得它的中厚调 尤其是中调 的那个色香 气味的确是像的 就如果你喜欢 Nasizzle for Her 的那一类型的香水 我觉得你也会喜欢这个 你也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 你喜欢的那个类型的香水 而且对你来说是很实用的香水 但我私心还是更喜欢那一瓶 我觉得那一瓶就是 除了色香以外 它还多了一些其他的层次 这样说好了 我感觉它更像是那种 细水长流式的爱情 然后Nasizzle for Her 不管是EDT也好 EDP也好 白色瓶也好 就整个系列的那一种色香的香气呢 它会 它会像更强烈一点的爱 就有起伏的爱情 那种 就你懂吗 那一种对比的感觉 所以对于都市丽人 就正常办公室的白领来说 它可能真的会是一个 更实用一点的色香气的香水 所以我依然觉得 如果你是喜欢享受色香气味的香水 那这瓶呢 也绝对是值得你去闻闻看的 那另一瓶设计师的香水呢 这完全是因为我看到留言种草而去入手的 时间有一点点久了 当时呢 我有在影片里面说 我很享受 我很想找芒果香气的香水 于是呢 就看到了你的留言 我希望你有在看吧 我就不去找那个留言出来了 给我种草到这一瓶香水 而且是一瓶真的价格非常美好的香水 说的就是Oscar de la Renta 他们家的这一瓶花香气为主打的香水吧 Oscar de la Renta这个品牌呢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现在其实不是因为你的种草 我其实真的完全不怎么再看了一个品牌 因为我之前啊 有入手过 两瓶还是三瓶吧 他们家的香水 都踩雷了 踩雷的意思不是说它气味有多难闻 但也不怎么好闻啦 然后整个持久力啊 这些真的很弱 于是呢 我会感觉 对 他们是很便宜 但是便宜 也有好的呀 它是便宜 而不怎么好的 那一些香水 这瓶香水真的很便宜 甚至说他们整个品牌 几乎所有香水都很便宜 好像如果你在打折的网站啊 没有一款是超过50美金的吧 这个好像也是30美金以下 就真的很划算 那我在之前入手的那几瓶啊 除了我之前有推荐过的 Something Blue 那一瓶香水以外 那我觉得其他的真的就和它的价钱一样 是化粉好的 就比较廉价的气味 然而呢 我觉得这一瓶 它的气味完全不廉价 而且我很惊喜的是 它真的有很明确的芒果味 我感觉如果你是和我一样享受芒果气味的香气 这瓶你值得去入手 我知道要去闻它实在是困难的 我相信现在几乎应该没有香水柜在买它了吧 所以可能真的要忙买 但是忙买我觉得都不会出错耶 而且这个价格那么大一瓶 买不了上当吧 而且单单冲着芒果味去买这瓶香水 我觉得已经值了 而且这个芒果的香气呢 它有点像芒果的碳酸饮料 你们有没有喝过 真的就像是 要么你就是芒果味的碳酸饮料 要么你就是把芒果切片放在7up里面 这种感觉 就闻着就忍不住让人心情变好啊 它里面的那个气泡感是非常足的 然后这个芒果汽水的香气 在十多二十分钟 慢慢慢慢退去以后呢 那个芒果的果香气 还是会隐隐地延续到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 然后伴随着里面牡丹花再加上茉莉的香气 这里面我觉得牡丹花比茉莉更明显 然后牡丹花也是我很享受的一个花香材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温柔滋性 然后稍稍带有甜气甜美气质的一个花香材 很容易穿很容易接受 然后很有亲和力 最后呢再以一个很干净的白色香作为收结 这瓶香水绝对是一个惊喜的发现 非常谢谢你给我的种草 好下面这一瓶设计师的香水呢 真的完全是意外 我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呢 应该都不会入这个系列的香水了 然而呢人总会有脑筋突然短路的那一瞬间 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就想买了 说的呢就是娇兰他们家的小黑群系列的香水 这一次呢我入的是他们的绿色这一瓶 是他们小黑群清新版的香水 一直以来呢我感觉 娇兰他们家小黑群系列是 怎么说 针对或者特别讨好两个人群群 第一个呢就是比较年轻的 比较喜欢甜调高一点点的 甜美卦的少女们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那一些特别喜欢 cherry,berry 就莓果类的气味的人群 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欧美的博主 推荐他们家的香水 包括他们那些樱桃味的气味啊 蓝莓味的那款香水啊 那一些我真的经常都看到他们介绍推荐 然而呢我个人并没有非常喜欢那一类型的气味 樱桃这个气味呢我也看到了留言 想要我来分享 尤其这个香材我感觉这一两年以来是越来越火了 不过我没有收任何樱桃味的香水耶 我不是不想收 但我感觉我还没有找到一款 我很愿意花钱的樱桃味香水 就有一些我觉得还好 但我又觉得价格有一点太高 例如BDK 例如Tom Ford 而且呢我觉得樱桃味稍稍做得不好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有药水味 例如Tom Ford 非常受欢迎的Lose Cherry 我觉得它有好的地方 有吸引到我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有一点游走在 那个药水味的边缘 所以我真的还没有看到哪个我很喜欢的樱桃味香气耶 如果你们有特别喜欢的留言给我种草一下吧 让我去闻闻看感受一下 那说回今天这一瓶香水 这个呢也是就买香水的时候 逛逛特价区的时候 神推鬼使之下就被吸引到的一瓶香水 一方面是价格真的很美好 二方面呢我看了一下香材 我觉得它和它们整个系列主流的香气 好像不是那么一样再有我在澳洲嘛 我接下来是春夏天了 跟你们正好相反 我觉得春夏天这会是一瓶很好用的香水 所以呢就入了它 那娇蓝这一瓶小黑裙的清新版本呢 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清新的 带有绿叶掉的花香气香水 刚刚喷出来的那一瞬间呢 会有一个香柠檬 再加上青柠檬的香气 是一种比较偏木质调的 然后酸色感水分感觉比较弱的一个柑橘调 再搭配着绿色的草本气味 那草本的气味呢也会随着时间 慢慢转为绿叶掉 是那种淡淡的绿叶的绿色 再配合着当中一个我觉得很讨好的 杏花的气味 还有茉莉菱兰的那种比较空灵的白花香 这里面呢有白花香 但我相信晕白花的人应该不会晕这一瓶 它的白花香不是那种很强烈 侵略性很强的白花香 那意外的我觉得这瓶香水呢 还挺讨好的 而且我相信在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呢 我也绝对会想到用它 但我也必须说 它其实是一个蛮普通蛮普遍的一个绿叶掉的花香气 很容易讨好 但也没有很高的记忆度 只要你喜欢这种带有绿叶的清新花香气 你一定会享受这瓶香水 那我买的时候应该也是30美金左右吧 那我觉得完全OK 不过如果要我用它原价去买 绝对不可能 接下来呢是三瓶来自同一个品牌的香水 那这三瓶呢我不想太详细的说了 因为我之后会出详细的香瓶影片 那会买到这几瓶香水呢 其实也是因为你们真的看到了很多人想看这个系列的香水 说的呢就是 Chloe他们家的仙境花园系列的香水 我不知道在把货公司买是多少钱 反正我入手的时候呢 和他们就是mainstream的设计师香水 那些Chloe同名啊 No Man啊那一些香水 价格是一样的 如果要贵 可能只是贵个10块20块 就相差很少 嗯 这个和其他设计师香水 它的主流香水和它的高定系列 就是定价差异很大 这一方面很不一样了耶 那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他们这个仙境花园系列呢 我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多人想看 我自己买了这几瓶呢 我用了以后 我也的确觉得它很好穿 非常非常符合到亚洲女生 现在的审美 尤其你喜欢一些清新调 小文青 小仙女挂的香水 那这个系列呢 无疑会完全击中你的心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系列呢 和品牌形象是非常大啦 但是不是一个比起他们 就是主流的设计师香水 那些mainstream的设计师香水 要更好 或者说高出一个层次呢 倒不至于 所以我觉得呢 可能也很难说 要卖出一个比他们mainstream的香水 高一倍 或者高出很多的那个价格啦 嗯 对 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想法 不过anyway 我记得我当初看到 就是他们这个仙境花园系列 每一瓶 就是奥币的话就大概一百多吧 就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而且有点让我没想到啦 好 那这个系列呢 我反正会做他们的整个 系列的香水合集 那因为澳洲还在lockdown嘛 所以我没办法出门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喜好 大胆的盲选了几瓶 那说实在话 我觉得他们这个系列呢 也真的是忙买也不会出错 你肯定是能穿 不讨厌的气味 只是说 那个气味 值不值这个钱呢 有没有特点呢 那这个呢 就是另一个考量了 我入的呢 包括了他们 应该是整个系列 在亚洲地区最最热卖的 北国雪松这个气味 然后这个气味呢 我也在我之前的那个 四城香合集当中 详细的来聊过了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舒缓 舒适 让人放松的 淡淡的木质调香气 那在刚刚喷出来的一瞬间呢 还会轻微的带有一丝辛辣感 那这个辛辣感呢 是没什么东方感觉的 只是会让这个雪松的木质调 更为干燥 然后更干净 很适合你喜欢雪松 喜欢木质调 甚至你刚刚想要尝试 一些比较纯粹的木质调香气 踏进这个区域的人 去尝试的一瓶香水 那另一个选到的就是 它们马鞭草的气味 马鞭草Lemongrass 这个气味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气味 而且每一次闻到 马鞭草的气味 也会让我想到 我很爱去的泰国 那在现在被困在家中的情况下呢 马银香水 喷着它 让我幻想自己去了泰国 也是不错啦 那它们马鞭草这个气味呢 也完全没有让我失望到 那Chloe整个仙境花园系列呢 每一瓶香水 它释放出来的香材 非常的简单 这瓶马鞭草的香水 它说只有马鞭草 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每一瓶我觉得都不是那么单纯的 一两个香菜 这里面呢 除了马鞭草以外 我很明确的闻到了 有荔枝的果香气 然后也闻到了 有茉莉花 还有一点鸡蛋花 那种热带花朵的香气 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 然后呢 稍稍带有度假feel 微风感的一个香气 那另外我还入了它们这一个 微醺芙蓉的香气 基本上就是它们木梗花的香气 我对木梗花呢 真的没有很熟悉 但我会想多了解 因此呢 我觉得当你想要了解一个花香材啊 你真的不妨可以去闻一下 就是像Jo Malone 像Chloe这个仙境花园系列 甚至像4711 反正就是那一些香材 比较简单结构的 或者以某一个香材 作为主打的那种香水 去体验去感受 去了解那个花香材的气味 因此我想了解木梗花 我就买了它们木梗花的香气 我依然坚持里面不止有木梗花 这是一款呢 非常鲜的气味 是一个既文静 又仙女的气味 你觉得它真的像出水芙蓉 那种pure洁净的女生身上会有的气味 我感觉它会是很多亚洲女生 尤其我觉得如果你会被 这个系列的香水吸引的女生 这个气味你应该会很享受 而且会很配合到 你想要走的那一个气质瓜 也是很配合到Chloe 这一个品牌的那种服装的形象 而且我不得不说 这个系列的包装啊 的确很有质感 就摸在手上 拿在手上 整个都非常的舒服 反正呢今天我就不详细的说太多了 在这个系列的香水合集当中呢 再更详细的跟你分享到 它们包装啊各类型的东西吧 更重要的是呢 我听说这个系列呢 有很多假货 所以在它的香水合集当中呢 我会来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别人说怎么分辨 这个系列香水真假的 的一个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吧 好接着呢是两瓶 也是来自同一个品牌的香水 那这个品牌呢 也是我今年的欲望清单当中 我说我一定会来尝试到的香水品牌 坦白说我还不止入了这两瓶 不过呢在我拍摄的当下 我只收到了这两瓶 那说的呢就是Zoologist 动物学家它们的香水 那我选到我手上的这两瓶呢 都是我 致用过 喜欢 在决定入手的香水 其实动物学家它们啊 有好几瓶香水 我都是非常想要的 不过这两瓶呢 绝对是前几名 而且我非常喜欢它们加 几个点 第一呢是扩香性 持香性 非常好 因为它们是这种 extracted performer 就是香精来着 所以呢 它的扩香能力 持香能力都非常的厉害 再来 我很喜欢它们 每一款 很不一样 就不是那种啊 稍稍改一点点东西 又推出一个新香水 每一款香气 你闻到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但你必须承认 它每一款都是有想过 有诚意的香气 再来呢 我也非常喜欢 它们品牌 就是创造香水的一个理念 它们选到的这些图案很漂亮 这是一回事 包装很漂亮 是一回事 待会我们来看 更重要的是 选到的香气 和这个动物 是真的有关的 真的是 用的香材 每一个都是 与这个动物 身处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 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 真的好用心啊 真的要为它们 大大点赞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我觉得它们家 虽然真的 不算便宜啊 然后呢 香气 也不是那么实穿的香气 那我今天会聊到的这两款呢 我觉得是在它们家相对实穿性比较高的两款香气 但是它们家大部分呢 真的不是那么好穿 那么百搭的气味 但我依然愿意支持 愿意继续掏钱去买 我感觉喜欢香气的人啊 也要支持一下一些 就是勇于创新 有诚意 真心在做香水的品牌吧 好的 好像我收了钱一样 我没有 那收回这两瓶香气吧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们家 算是比较近期推出的一款香气吧 Mastia 而这一个呢 也是我觉得 我体验下来 没有全部啦 我觉得可能八九成吧 它们的香气 我都订过 试相来试了 我觉得它的实穿性应该是 最最高的 至少也是在前三名吧 反正我自己觉得实穿性是最高的 我最能经常穿到的一个香气 起初它们推出的时候啊 我也会非常的担心 也是我觉得 真的它们家的香水 不要盲卖 好吗 不要盲卖 就真的去试香 不能试香的话 也订一个试香 回来闻过以后再入手 因为它们每一瓶里面都会有一些动物的元素 而动物的元素真的不是 人人好的一些气味 当然啦 你也是可以听一下我的分享啊 我未来肯定会继续分享它们家的香水 然后它们家我也会出香水合集的 那说回我觉得它们家最容易穿的这一款Mustia的气味 说到摄香呢 首先现在是不能用真摄香的 所以那些看得太多宫廷剧 以为闻了摄香就会流产的人 可以放轻松了 也不要想着用这个方式陷害身边的人 宫廷剧是宫廷剧 那个年代可能有 这个年代没有了 那这款当中用到的摄香器呢 完全就是人工的摄香器 而且我觉得它完全不会很重那种动物的气息 这瓶香水呢 我觉得不需要给你去念它的香彩表 我可以很简单 很直接的告诉你它的气味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开出有一点点辛辣感的 玫瑰花香气 很清淡 接着呢就会衔接到一个 有奶香气的木质调 伴随着摄香 那种粉粉的带有一点婴儿爽生粉气味 女性滋粉味的一个摄香调 而且越往后呢 那个婴儿爽生粉 那种蓬松的摄香的气味 就会越来越明显 变成一个很贴肤的同时呢 会给你提供到一个很好的舒适感 温暖感的一个气味 让你好像是被一堆很洁净的雪白的 床单被铺 包围着的那种感觉 里面那个蓬松的摄香气呢 还会有一种像是你埋在了雪地里面 或者手捧着那个雪花 那种粉粉的雪花的那种蓬松感 那种粉末感 然后里面黄葵&Bread的气味 我也非常喜欢 就黄葵这个香气啊 我觉得它是可以为木质调也好 摄香调也好 多了一种轻微带有果香气的一个清新感 让那个带有那种 脂粉味也好 婴儿爽生粉气味也好的那种 摄香气啊 提供多了一个层次的同时呢 又更生动了一点 多了一点点活力 反正这一瓶呢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百搭 上班通勤上学 任何时间你都可以穿 男生女生都没有问题 不管你是想要找一个假体香 想要找一个干净摄香的气味 或者你是想要找一个给人提供到 斯文文静 有亲和力感觉的形象 那这一瓶我觉得都会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他们家的香水 想要找一个最容易入口的入门香水的话 那我感觉这一瓶是第一瓶你可以尝试的香水 那另一瓶呢 就是他们家的Camel 骆驼这一瓶香水 这一瓶呢 应该是我试香以来 嗯 除了我在等待中的Trip Monk 那一瓶我忙买的香气以外 我感觉我试过的里面 我个人就是最惊艳 就当下最最想买的一瓶 这一瓶的图案设计啊 液体的颜色啊 都很好看啊 然后这一瓶里面液体的颜色 也很好地反映到了这瓶香水的气味 这一瓶呢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带有甜度的东方调香水 里面呢 浓浓的抑郁风情的感觉 如果你是喜欢东方调的气味 这一瓶你不可以错过 你一定要去闻闻看 前面一开始呢 你会闻到非常清晰的 一个带有甜度的蜜枣乳香玫瑰的气味 有辛辣感有甜度 然后有浓稠感 是那种黏腻浓稠的一个甜度还有气味 接着中间的主体呢 就是大量的东方辛香料 东方香材包括了琥珀 墨药 焚香 肉桂等等等等的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丰富多变 而Soologist动物学家的香水啊 每一瓶三调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 你刚刚喷上的时候 到你两个小时 到你五个小时 到你八个小时 气味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试香的时候 也不要冲冲的闻一闻就算了 一定要用在身上 让它和你的体温结合以后 和你身上的荷尔蒙结合以后 出来的香气 再去决定你喜不喜欢 想不想入手他们家的香水 这也是我觉得一些动物元素啊 你要注意的地方 你真的要穿在身上 这些动物元素的香气啊 要在有温度的情况下 它才会发挥它的美好 它才会有转变 单纯喷在纸张上面的话 我觉得这些动物元素的香气啊 发挥不了它的特长 你也体验不了它的精彩 这瓶香水呢 越往后就会越温暖 越往后 它就会从一个很宏大的 沙漠抑郁新香料 浓稠温暖琥珀的那个气味 慢慢沉浸下来 但是那个温暖感依然是存在的 它真的非常适合在秋冬天喷上 喜欢美食调的香水 那这一瓶呢 也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咯 好最后呢 就来说三瓶来自同一个品牌的香水 那这三瓶呢 就像我偏头说的 并不是我近期入手的香水 而是我今年年头一月份就已经下单了的香水 只是经过了半年的周折以后才收到的香水 那看到我的Thumbnail 你也知道了 说的就是Sedra他们家的三瓶香水 我是一次性在他们家订了三瓶的香水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因为我感觉这可能也是一个特例 我在之前的购物分享当中 有聊到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也看到留言说 在他们官网上面买香水呢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我个人没有那么幸运啊 遇上了这个问题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网站就是有一个打折的活动 于是呢 我就想说好 趁着他们打折 而且当时呢 我也对这个品牌非常的感兴趣 再加上我下单的 当时呢 他们是不能邮寄国际的 不能邮寄来澳洲的 我要利用到美国的转运服务 就是他们寄到美国 再从美国的转运公司运到澳洲来 因此呢 我就想说 反正我都要用到转运服务了 那我就多买一些吧 这样子我打包的运费 也会划算一些 于是在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二十多天吧 我给他们发邮件 他们就跟我说 哦 在邮寄的途中 因为疫情原因可能会有delay OK 我再等 等了一个多月以后 给他们发邮件 他们就跟我说 哦 你那个邮件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见了 没关系 我再给你寄 我说 OK 那就再寄吧 于是呢 我又等了将近两个月 这两个月当中呢 我有跟他沟通 他依然跟我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 卡在了海关 一卡再卡 两个月过后呢 我再给他们发邮件 他们又说 那个包裹 退回了给他们 这个时候 我就已经有一点小恼火了 想要退款了 他们就跟我说 不要担心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再给你寄 于是我想说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而且他们就售后的人员呢 回复email也是非常久的 完全不勤劳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们再寄呢 的情况下 我又等了一个多两个月 途中呢 他竟然开始不回邮件了 哇哦 这个时候就有惹到我咯 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铁了心 说我要退款了 在这个时候呢 也让我发现 他们竟然开始邮寄澳洲了 你说我有多么的恼火 你这样子就等于说 我跟你周旋了那么久 我等了那么久的同时 我还要承受那个 转运服务的邮费 到最后呢 沟通下来 他还是不愿意退钱 最后 他依然是说 他已经寄出了 他也没有得到那个退回来 就是他第三次寄退回来的包裹 所以他也不愿意给我退钱 反正呢 到最后 沟通的结果呢 就是他 直接给我寄到澳洲来 那最后我是收到了 不过呢 真的是周旋了超过半年 但还是那一句 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 也有看到别人说 很顺利 很好的 那我也没有听到 网上有别人分享说 他们很差什么的 所以可能真的是一个特例 今年来 Sergeoff这个品牌呢 也是越来越火嘛 我看到很多打折的网站 包括 FragranceX FragranceNet 上面都会有他们的产品 不像年头的时候 这些打折的网站 是很少很少他们的香水的 所以要在他们 Official的website上面去买 但现在打折的网站上面 都可以买得到的情况下 那价格又更好一点的情况下 我就看不到太多的原因 你必须在它 Official的网站上面去买了 好 牢骚发完了 那说回 我收到的这三瓶香水吧 那先来说 这一瓶吧 因为这一瓶其实在我之前的 无花果香水合集当中呢 已经聊过了 有看的人呢 也会知道我 多么不喜欢这一瓶香水了 说的呢 就是 Sergeoff他们家的这一个 Official这个香气 这个香气呢 在我下单的时候呢 就挺火的了 但经历了这半年 我觉得更火 就如果你有在看一些 欧美的博主分享的话 尤其是那些 非常喜欢美食调香水的 香水博主分享的话 一定有见过它 大家真的就是对它赞不绝口 那在我这等待的大半年里面呢 我也是对它期待值越来越高 那收到以后 也知道 我非常失望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能理解为什么 那么多欧美的香水 YouTuber那么喜欢这瓶香水 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浓稠的 强烈的 甜度很高的 酒香气很浓的 的那种美食调 美食调当中 还会有着乌木的香气 是不是觉得 这就是这几年来 沙龙香香水的主流啊 我们经常说 花大钱去买沙龙香香水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我近期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们花大钱去买那些 沙龙香香水啊 很想这个沙龙香香水 会有一些很特别的 很独特的一些香气的组合 但是这一些美食调 搭配着乌木的香气 或者很甜的气味 搭配着乌木的香气 我觉得在近两年的 沙龙香当中 已经不是小树了 它 你可以说它依然是一个 沙龙香香香水的特质 因为你会在很多 沙龙香当中看到 它不会出现在主流的 商业香香香水当中 但是 我觉得它已经 不是小众的气味了 已经是很多 沙龙香香水 你闻到 你会觉得 又是一个 美食调家乌木的气味 那这瓶香水呢 我一闻到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觉 我首先觉得 它不是那么好闻 再来就是觉得 这个气味 真的在很多 沙龙香当中 已经出现过了 它是一个 甜度 奶的 那个质地 creamy的那个感觉 然后无花果的香气 然后乌木的香气 各个方面 都非常极致的 气味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 那么极致的香气 喜欢这种 很强烈的气味 它的整个 扩香性 projection很厉害 但可惜 我不喜欢这个气味 我觉得它很闷 是甜蜜的 那个蜜的感觉 然后里面的 那个无花果的气味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 好像腐败掉的 果实的气味 但我依然要说一句 它们这个系列的包装 我好喜欢 就我摸在手里 实在是太喜欢了 先放着吧 我感觉可能 它对我来说 是有一点太重口了 太甜腻了 但说不定哪一天 我就爱上了 那么重口的气味呢 好 那说完一个呢 让我失望的香气 就来说两瓶 让我非常开心 喜欢的香气吧 我觉得这两款 是我试到的 Sergrof他们家的香水当中 最最喜欢的 就Sergrof他们家的香水呢 正妆我之前有收过 但是 试用妆我是试过不少的 这两瓶 好喜欢 那先来说一瓶 在他们家 非常非常冷门的香水 我几乎没有听到 其他博主 有在分享他们家 这一瓶香水 但我真的好喜欢 我感觉自己找到了 他们家隐藏版的 好香 说的呢 就是他们这个 叫做Sergrof吗 是一个日文名来着 那之前 我心情没有很好 没有认真地 给你们说过 他们的包装 那这一次 还是简单地说一下吧 Sergrof他们家呢 我觉得包装 是的确对得起 这个奢华品牌的 一个品牌定位啦 整个皮质的盒子 然后打开呢 里面的布料也好 然后香水的整个设置也好 的确是满满的奢华感 那这瓶呢 也是来自于他们 Droid Club的那一个香水线 Sergrof他们家的香水啊 非常的多 我觉得那一些想要 就是把他们家的香水 收集完的人 应该很痛苦 就钱包要很深 才能做得到哦 那这一瓶翻译叫 春光的香水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气味 这瓶香水呢 并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三调变化 刚刚喷上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 稍微清新的 樱花的花香气 淡淡的 这个花香气呢 会在半个小时左右 慢慢就是不见消失 然后延续到整瓶香水的收节呢 整体都是一个非常奶的 它不是牛奶 它是奶油 是奶油质感的一个木质吊香气 这个木质吊香气里面 还会有乳香 还会有一个粉粉的 檀香木的气味 它就像是 下面是一块 檀香木 一个奶味很浓的檀香木 上面有一大坨 Vanina 香草的奶油 有香味 没有甜度 OK 上面再撒了一堆 东方辛香料 整个画面 闻到的气味 就是这样子的 而且它很让我喜欢的是 它的那个辛辣感 会一直延续 在你穿上的四五个小时 你去闻啊 那个辛辣感还是在的 就是那种刺激感还是在的 然后它那个奶油般的木质吊 好像会融入了你的皮肤里面 完全贴合你的体温 你的皮肤 让你散发着一种隐形的魅力 那整瓶香水呢 几乎是没什么花香气的 就除了刚刚开出 那个很淡很淡的樱花香以外 但我感觉这瓶香水 尽管女生穿起来 都完全没有违和感 它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气味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 另类的性感 是那一种穿着高领毛衣 你依然觉得它性感的气味 真的就是一个 很intimate的香气 有机会一定要闻闻看 我觉得这个 那么私密的气味 我有限的语言能力 没办法把它好好的形容出来 那今天最后一瓶香水 也留到了给我 今天最喜欢的一瓶香水 也是我在Search of他们家 试过的香水里面 最最喜欢的一瓶 说的就是他们 Ivory Root 这一瓶香水 这一瓶香水呢 是我忙买的 很勇敢的忙买的 我看到了里面的香材 形容的气味 我觉得很长在了 我的审美上面 那包装还是一样的 里面的颜色也是一样的 那他们两个呢 都是来自于这个 Joying the Club的香水线 这个香水线呢 也是我觉得在他们家 气味上面对我来说 很吸引的一个香水线 那这款Ivory Roots呢 是一个辛辣感 很强的一个木质调香气 如果你是喜欢辛辣感的气味 喜欢东方调的气味 喜欢烟炒气 那这一瓶你会喜欢 这瓶香水 从刚刚穿上的那一瞬间 到整瓶香水在我身上 超过八个小时 我感觉它的辛辣感 都一直存在 这是让我很惊艳 同时非常喜爱的一点 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 带有辛辣感的气味 这里面的辛辣感呢 乳香的占比很高 还会带有生姜的气味 是那种新鲜的 姜汁的那个香味 然后它还会有着一股 草本芳疗的那个 精油的那种辣辣的感觉 但它不是一个绿色调的香水 我感觉它是一个百分百的 金黄色咖啡色的 那种东方调的气味 这种东方感 辛辣感 闻着就马上暖起来 好像你喝了一杯姜茶 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暖起来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 充满了抑郁风情的 那个东方调啊 很有神秘感 就是你会闻到了 不同的干燥的辛香料的同时 你还会感受到了 里面那个干燥的气候 感受到了那个 风尘滚滚的道路 而这瓶香水呢 它的山调变化是蛮明显的 越往后呢 烟草的气味就会越明显 在皮肤最后残留的位置呢 那个烟草气 就会成为一个比较主导的地位 这瓶香水真的太讨好了 然后这瓶香水呢 也让我想起了 另一瓶我非常喜欢的香水 说的呢 就是Deep Tea他们家的 杜爷儿那瓶气味 有看我的影片 应该知道我有多么喜欢那个香气 这里面我觉得也很大程度 让我想起了那一个香水 又或者说 如果你喜欢Deep Tea的杜爷儿 你也一定会喜欢 Ivory Root这瓶香气 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气味 然后里面的那个辛香料 里面的辛辣感都会很像 只是我觉得杜爷儿呢 它越往后 它会变成一个带有甜度的 Vanina香草的气味 而这里呢 越往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干燥新鲜的烟草气 就它们中后段开始会分叉路的走 但是前面的气味真的蛮像的 虽然呢 收到它的时候呢 我们天气已经慢慢回暖了 但是呢 我已经用它 当了两个晚上的试尘香 真的很让我喜欢 我相信这一罐呢 会是用完一定想回购的 Swedra他们家的香水 好 这些呢 就是我近期的一堆新香水啦 不知道呢 今天有没有给我种草到哪一瓶香水 你近期又入手了哪一些香水 或者对哪一些香水有兴趣呢 有任何的想法感受 都希望你不吝啬 在留言栏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让我们知道更多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